實際商品的觀摩案例 好 各位同學 接下來我們來透過一個實際商品的觀摩案例 我們以實際案例的說明 透過材料的替換以及免工具的安裝 來降低人力的成本 進而推出物美價延的暢銷商品 在材料的浪費 我們就會用低價的材料來取代高價的材料 人力的浪費 我們打算用一個比較簡化的安裝方式 且無需要任何的手工具 好 到第三最後執行階段 也就是製作上的浪費 我們就可以因應前面的 我們用低價材料來浪費的應用 以及簡單的安裝 我們來有效的縮短製作的過程 讓消費者回去自行DIY的方式 來產出這個商品 同學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有效的降低我們的材料 我們的能力以及製作上的浪費 好 各位同學 這次我們主要觀看實際的商品的案例是手機座 市面上有很多手機座 而且琳瑯滿目 大部分都是要用很多的零組件組合起來的 也或者會運用到比較高價的材質 去做一個複合的結合 例如說會有一些看起來比較高級的木頭 金屬啦 橡膠等等之類的 這樣子的材料選用上 對 看起來會很有質感 沒錯 但是相對的 這樣子的成本預算就會比較高 而這樣子高成本所產出來的商品 在平台上販售的話 就必須要用比較高售價的方式來買賣 可是消費者會願意花錢去買一個這麼貴的商品嗎? 因為這只是一個手機座 消費者會覺得說 我為什麼要花這麼貴的錢買一個手機座呢? 這不符合成本的考量 所以我們就必須如何用最簡單的方式 以價手機不變的一個基本原則 設計出一款比較簡單的組裝方式 比較便宜的材質的一個 新的一個手機的一個手機座 那我們要透過什麼比較簡單的方式 或者是什麼樣不一樣的材質來做呢? 那我們來看下去囉 我們用了那個比較工業用的材料 EVA發泡材 我們用它簡單的材質的特性 因為它材質本身輕盈 然後它同時也有橡膠的一個特性 重點是它比橡膠便宜 而且它可以二次回收 它的材質的特性是防水、防摔、輕盈 好,我們透過我們的創意 讓它用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扣住的方式去固定它 也完全不需要任何的手工具 即可輕鬆的安裝組裝 好,也透過這樣的製作方式的簡單 不需要開模 以及運用其他材料的浪費 只需透過一個材質的運用特性 去做這樣的創意商品 就是運用我們的EVA發泡材質 我們用很簡單的一個扣住的方式 它材質的特性呢? 防滑、防摔、防水的特性 手機座輕輕鬆鬆就可以架在上面 就如同影片上你看到的圖上 這樣子一個 它是一個 蝸牛手、蝸牛工的一個手機座 看起來像蝸牛的造型 它不是青蛙喔 它是蝸牛 所以手機就可以輕鬆放上去 而且不會倒 也可以直視跟橫視 而且 簡單便宜 消費者就願意花錢去買這個商品 自己用也可以拿來送人 而且它的能見度跟它的市場的差異性 也有徹底的做到 所以同時也達到一個破壞式創新的手法 因為它低價 而且同時有手機的一個功能 然後差異性也有 能見度也高 好 各位同學 可以看一下影片的圖 這就是運用破壞式創新的手法 來達到低價 然後夠用 可以用的一個 手機做設計 你看圖面 它可以直視 可以很釋放 那這樣子的東西 它本身的材質 重點是可環保 二次回收 不會造成環境污染 它跟Robber不一樣 Robber它會造成地球的污染 然後我們透過這樣的EBA發泡材 來達到跟其他手機做 來產生一個市場的差異性跟獨特性 因為市場上 沒有類似用這樣子的材質來做手機做的 所以這樣子的手法 也是一個運用破壞式創新的手法 達到一個 讓消費者更方便 更便利 同時也更便宜的一個 手機做的一個設計 好 各位同學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用破壞式創新的一個手法 我們來達到更低價 然後也可以架手機的這個 蝸牛功能的手機做 我們是如何的組裝 同學們看一下影片的圖 從最左邊 它從盒子裡面打開就是這樣 一片 看起來這是什麼 一片 但是第二個圖面的話 你看 把它往內一凹 然後第三個圖面把它往內一扣 往裡面插 插進去之後 就像蛇扣一樣插進去之後 再把這個 蝸牛功能的兩顆小眼睛 插在中間的那一顆 那個洞上 那個比較小顆的洞上插上去 就這樣完成了 手機做輕輕鬆鬆的透過扣住的方式 來達到一個固定 然後也可以支撐手機 最重要的是它是透過EBA材質的特性的 有效的運用 防滑防摔 然後最重要是輕盈 那這樣子一個蝸牛功能手機做就完成了 而且可以充分的達到一個市場的一個能見度跟它的差異性 消費者就會願意覺得說 哎呦好新奇喔 沒看過 而且它真的可以架手機耶 重點是 好便宜喔 才不到200塊 這麼便宜的東西 我幹嘛還要花錢去花個六七百去買一個很重的一個手機做 其實真的不需要 手機做的本質 就是放置你的手機 就這樣 簡單乾淨就可以了 也同時不失去架手機的功能 然後同時它也可以這樣搖上去 看起來就是一個可愛的一個蝸牛 用人家背著那個蝸殼有沒有 它的殼很辛苦的默默的走 那image有達到它背著你的手機 默默的幫你背著你的手機 也有一個情境的語意在嘛對不對 這個是透過我們的創意 來透過破壞式創新的手法 來達到低價 你要也可以架手機的一個 蝸牛功能的一個造型的一個手機做 OK